本港新增新冠病毒感染数字持续高期 特区政府大幅收紧防疫措施 再多两类处所要关闭 直至今个月24号推行疫苗通行证 收紧再收紧 是否真的有效压止疫情呢 欢迎收看《时事拖面体》 医冠局说第五波疫情中 少于百分之一确诊人士需要吸氧气 不少人都有疑问 既然Omicron症状轻微 当局用到最严厉防疫措施是否值得 由转货医生就解释 小重症可能只是因为病毒 未在无打针的长者之间传播 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 今天有多少预计? 今天有七个预计 有些客人打来会否停业 传统说未到正月十五都不要剪头发 但是位于佐敦的这间发言屋 这两天就比平时多了预约 想赶在发言屋停业之前剪头发 政府最新公布 发言屋星期四起要关闭 直至今个月24号疫苗通行证推出 但是店主Roy说 停业其实没必要 因为我们的做法和美容有所分别 美容是一定要脱口罩才可以做到 我们发言全程都可以不需要脱口罩 过程都会做到 但是可以收紧一些 或者是限制人数 或者是客人坐位的安排 这里可以做好一点 就未需要去到停业 在过去四波疫情里面 美容院健身室等多次停业 但是发言屋一直未受影响 去到近日确诊数字急升 黄大仙有发言屋出现Delta群组个案 上个星期更加传出发言屋可能要停业 外华听到消息之后 过去几天一直都很担心 很矛盾的 因为一停 我们这行真是首停口停 我们都担心它 究竟会是停多久 或者是停之后会不会有其他会资助 如果停了我们的话 但是资助方面又未够 因为我们又要交租金和人工 所以变了我们的压力都比较大 我见到其他行业或者是美容、健身 那些停业的次数都挺密的 还有过程的时间都挺久的 我们都会担心的 如果我们真的好像跟他们的行业 一样这样停发 基本上我们应该都维持不了 除了发言屋 中教场所星期四起都要关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解释 是要减少街上的人流 我希望或者我恳请市民 也都要齐心抗疫大幅减少出外 令到社会可以停一停 等到我们有这个时间和空间 来到去做快速的发言 从而可以快速处置 无论是检疫、隔离或者治疗 都可以第一时间处理到 这些早发现到的感染个案 到今个月24日推出疫苗通行证之后 各类处所预计有机会重开 前提是市民要接种疫苗才可以进入合共23个表列处所 除了之前已经公布的食肆 健身中心和美容院外 到时连去商场、街市和超级市场都要有疫苗通行证 如果他不打针 不能经过商场回到家 他一定不方便 可以找到另一条途径走的 所以没错 我也不会违避 我们是用着很强力的手段 因为要保护香港 我们没有用到现在最新有一个欧洲的国家 就是要强制、要立法强制来打针 我们并未去到这一步 我仍然相信香港市民 在我们的呼吁鼓励 再加上一些不方便 我们现在只是令它不方便 你如果不打针 你会少了很多选择 市民生活各个层面都受影响 到底要保护什么呢 提升疫苗接种率 即使再有一个传播力很强的Omicron 但因为打了针 出现重症的风险是低很多的 而这两年来 我们在香港并没有出现过 很多欧美国家在电视那里拍出来 在新闻那里播出来 是医务人员疲于奔命 ICU爆棚 很多要吸氧气 诸如此类 所以保障香港的医疗系统 是最符合香港的利益的 所以就是需要打针 或者你说俗语所说要谷针 酒吧业过去多次停业 今次爆发第五波以来 都被勒令停业至今 我们自己业界去看 现在这个疫情已经去到这么严重 每天又说六百宗确诊 看来这个疫情是会继续这样去恶化下去的 我们暂时看不到它是开始互乱的迹象 如果疫情再这样六百多宗 七百多宗 八百多宗 我想做酒吧老板都看不到前景 我估计他们宁可就是 宁可就是这一刻先收拾 你三个月疫情之后 好完就再开过了 对不对 好过每个月要赔钱给业主 他说业界其实愿意配合防疫 但是长时间停业 又见到疫情不断恶化 不少人都看不到前景 其实我开始很信任政府 我觉得政府一定是可以处理到 今次第五波疫情 但是今次政府处理 我认为真的令我有一些失望 第五波疫情 为什么它会一法不可收拾 可以传到现在去到爆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很证明就是 政府的抗疫政策是出了问题 长远这样拖下去 这场仗我可以告诉你 对香港整个经济 整个民生是损失惨重的 他认为既然措施无效 宁愿政府推出禁足令 短时间内控制疫情 等社会回复正常 现在是没有能力可以控制到疫情 所以我认为禁足令 是一定要我尽快去做 你今天不做 好了 你就拖去一个月 搞不定 一个月之后 还有几百宗 到其实你才做 我可以告诉你 整个香港经济已经重上了 基本上所有的商人 做生意的 包括酒吧业的商人 基本上已经受不了 捱不了 已经整理了 到其实你才出禁足令 来救我们 救不及的了 近日有意见认为 本港应该推高疫苗接种率 准备与病毒共存 减低对民生经济的影响 但是有专科医生认为 并不可行 经济民生的受损 根本上不是说你放开手 什么不做的时候可以避免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不断变异的变种病毒 他们本身有一个很强烈的免疫途日 尤其是Omicron 打完针都不能够阻止 那个病毒在社区爆炸式传播 如果真的说是疫情失控的时候 我们可能预期 我们那个人口感染的最终比例 不可能比欧洲的六成 说的是八成 大约有六百万人受感染 有一定比例的严重病 甚至乎也会有人死亡 但是感染Omicron病情普遍轻微 部分人认为和感染流感差不多 室移院时的防疫措施不合比例 梁子超认为可能只是因为病毒刚刚扩散 发了病到它是严重化需要入院 入深室治疗部呢 很多时候有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的滞后 正如说我们初时觉得一个严重症都没有 遲点就开始发现有严重症 还有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病毒刚刚才开始滲入 我们的最高危棍给老人家和院舍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是比我们有一个错觉 是以为那个疫情是将会很轻微的 其实里面我们实际上 那个严重的个案是会随着时间 是不断上升的 他强调现在仍然应该尽力守住防线 不应该轻然与病毒共存 所谓与病毒共存 在过去两年任何的地方 他们都是付出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不是说真的奢望可以与病毒正常的生活 控制不了 其实就是因为你第一条防线是全面失手 你不能够再控制疫情 是不断地上升 你是唯有把防线退到去 希望能守得找医疗防线而已 而大量的人受到感染 始终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他们对经济民生的影响 其实一样的代价是更沉重的 事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